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山怎么还不回来啊 还真是心有灵犀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能随便进别人家门呢 自己看 该不会 他做好决定要走了 专门来给我送离婚写一书吧 你当时看呀 不看 你看不看 不看 你看不看 你要休年假啊 你要休年假啊 我有两年没放过假了 正好加起来有半个月 医生说我身体不太好 正好需要放个假才能养胎 你上次能同意吗 他不是正要让你升职吗 我跟Jason大吵了一架 这就是我对不起他的地方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 但是有些事情 没法学 你的意思是 你别走 放开我 不放 你放开我 我给你 苏玥 你是不是觉得我心里只有事业 为了升职 我什么都可以抛弃 我是没做好准备 但我既然嫁给你了 我就不可能会不告诉你 你却不能等等我吗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 我不是不信任你 我是不信任我自己 苏玥 你欺负我 我 我 我要跟你离婚 我明天就去民政局 这孩子我自己带 他姓吴 他没有办法 别别别 我错了 你别哭啊 你这一会儿哭了 我也哭了 怎么办啊 你 你没关门啊 好好消忘了 高山呢 高山 高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出去 我问你 高山呢 贝小龙 你怎么回事 你找高山干什么呀 高山把凌末带走了 我联系不到他 高山把凌末带走了 他把凌末带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啊 他不会是偶像剧看多了 直接把凌末带回瑞士了吗 你们两个不知道 都说我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一整天都没有联系他 凌末也真是的 发生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过去的时候 高山已经开车 把凌末带走了 现在已经天黑了 我一直在联系他 但是他手续关机了 他手续关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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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高山把凌末带走 你们担心什么呀 高山还能把他吃了呀 他害凌末害得还不够惨吗 他既然已经走了 就不应该回来 什么害不害的呀 他当时也是为了凌末好 要不是因为他走了 能有你什么事啊 小容 你别着急 凌末有消息了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吗 你先回去等消息 你先走 宋远 干吗 你刚刚说 高山是为了凌末才走的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